民众党这巴西他们看起来 声音真的很大 我们很重要 先答应我国会改革 答应之后再来谈 占上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柯建民不这么想 柯建民批民众党 没用的巴西 老柯你讲话也真的够直尖 可以委婉一点吗 侯国昌启两事反呛 两件事情都写在这边 首先我们要先看到 看到这一张 这半边 有两个人来开记者会 怎么解读呢 民众党的起手是 第一件事情 这两个人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呢 教证另外两个党 你们要教功课啊 我考卷发 你们处理一下 我们巴西 我们最大 刚才有现场的网友有留言 他说这个 咆哮狮子王要来了 没有错 他现在就是在作秀 咆哮狮子王给大家看 但是中间有个观察的 小小的重点啦 你先看一下这两个人 有黄珊珊 黄国昌 双黄好像少了一个人 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提到就是说 有一个人 他怀疑呢 大家这个外界评估 他可能要进到 这个民众党团的 这个立法院的民众党团里面了 说要三个太阳 毕如捷 这一件事情 校正两件事情 首先先跟国民党 这个民进党来校正 第二件事情 校正 毕如捷 我们两个人 就是我们这两个太阳了啦 我们就是我们立法院的 这两支双黄了啦 你不用了啦 同时在对自己校正 所以这就是什么 民众党内斗内行啊 他们根本没有在管什么 我巴西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要来瘫痪 我就是来吵吵闹 我就来作秀的嘛 他讲什么 他说对于柯建民 酸民众党 没有的巴西 黄国昌直言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 可能不小心讲错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人心直口坏 可能会讲错一点点 就是他可能口误嘛 吃烧饼那有不掉字吗 他其实口误了 他要说的是说 黄国昌为了政治利益 立场随时在转变 根本经不起考验 根本经不起 社会公民社会都看在眼里 他其实是不小心讲错字 如果换一下也有可能是 民众党为了政治利益 立场随时在转变 根本经不起检验 公民社会都看在眼里 他其实是不小心讲错 我是帮他解释一下 另外再来看他说 这边他又讲错了 这又讲错了 黄国昌基于个人利益的发言 这些见缝插针的话 没有回应的必要 或者是说民众党 基于个人利益的发言 这些见缝插针的话 没有回应的必要 其实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会不会用回应 因为他不小心讲错 他不小心失误 口误 我帮他解释一下 另外这次国民党的 连国民党也是不爽了 超好笑的 陈学胜也不爽 陈学胜说 这个黄国昌 你不要自以为是 以前在同一个电梯 也不打招呼 不把大家看在眼 这个我可以小小的 爆料一个小故事 这边待会我也会 爆料一个小故事 以前我们在三立 这个舒嬅是舒嬅 有的时候会遇到黄国昌 当来宾 以前我是在舒嬅的主播 刚好遇到他 只是聊天闲聊而已 就是寒暄一下 委员好久不见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在凡优国事据点 哇塞 好高哦 好高度哦 真的假的 你有没有当场膜拜 没有我当场就据点 好哦 好哦 他就是 你没有膜拜 好笑狮子王 我真的很难回应他 我真的很难聊天 他以后在立法院 他其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设 就是他在繁优国事的一个人设 那柯建平怎么说 这种人 能成事吗 好像不够庄严 法相要庄严一点 整天鬼吼鬼叫 可是人家很庄严 都在繁优国事 人家在繁优国事 整天背一个台大 台湾大学的书包 拿着一堆资料 然后叫助理 跟着他跑来跑去 真的吗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还是柯建平 没说的 有网友帮他查证 那个黄国昌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PPP网友帮他查证 黄国昌以前呢 在立法院 2016 2020的会期的期间 这时候我还在当记者 我还在当主播 他呢 指个人警提案八件 通过三读的这些 立法院整个通过三读案件 这么多件 黄国昌的三读案件 到底有多少 零 零 极其的罗啊 极其的罗啊 你韩国语上身了 因为我想说人家当院长了 示好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讲 你这个没原则的家伙 我们不要讲别人 我们就讲 人在 人在日本的 不要吵 不要吵 我们就讲 人在日本的慈庸姐姐 嗨 慈庸姐姐你好 人在日本的慈庸姐姐 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呢 她的表现怎么样 主动提案就有三十八件 三读的案件就有六件 比黄国昌还多 那黄国昌你到底在干嘛 到底在干嘛 我跟大家就是 再报一个小小的料 又要报六 对 以前呢 因为我以前也有跑过三一八学院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跟黄国昌还蛮熟的 那 到了立法院之后 我还是记者 记者问问题 不管是正面的 不管是尖锐的问题 那总是第四权监督的力量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问 总不能就说 哦 那个我们很熟 所以不问 那我问你 你有一百种回应的方式 你可以好好回应 或说这个问题 我们还在考译 还在研译啊 你有一百种回应的方式 她马上叮我说 你是哪一台记者 哪一台的 你问了什么问题 所以黄国昌以前在立法院 面对第四权的监督 跟挑战的时候 她的方式 就是打压言论自由 打压媒体自由 打压新闻自由 and 等到呢 and 2020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 那时候要选 这个要选 总统立委 总统立委 他们不分区立委 好像第五名嘛 对不对 那 最后一天 选前的最后一天 有这个车队大扫街 也有包括这个 小灯泡啊 你干嘛看得那么开心啊 小灯泡的妈妈 小灯泡的妈妈 然后还有那个邱显志啊 那当然也有 这个黄国昌委员 那你记得 就是在立法院的时候 问她什么问题 她是说 你是打一家媒体的 你问什么问题 但是呢 那一天她看到我 就说 嗨 乃鱼 哇 你也来了 你也来采访我们 哇 真的是很荣幸耶 我的天哪 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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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颁奖给她不行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如果翻一下资料画面 搞不好还看到 我当年访问她的这个画面 就是都还存在 我觉得你刚刚这样子讲啊 就是说我觉得 她跟韩国瑜真的绝配 都会呛媒体 哪一家的 对 可是我 极其的low啊 极其的low 但是我真的要说 就是 新闻记者在问问题的时候 那我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必须要正反并程 不管怎么样 你都需要来问 那不管是尖锐的问题 或者对你有利的 对你不利的 不管是怎么样 做求给你 你回应一下都没有关系嘛 但是我可以访问